楼是什么 然后它可以再给你一些更多的讯息 直接做一个线上及时的导游 你看不到那个东西 你只要相机对着那边 然后那个讯息就在你的相机 或者在你的iPad上面 或者在你的手机上面就直接显示 这个现在都可以做 现在都自己可以做 这个如果像我开线上游戏的课程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个作业 就必须要做 自己做一个marker 自己做一个 这都已经做好 这很容易做了 这个没有什么技术的困难 因为平台都在那里 所以就一做就做好 但是你说真的要做 做比较大规模的 那marker要规划要设计 那你要用这个技术呢 是非常stray forward 那很多AR的这个 你要各种不同的 只要加上marker 就有各种不同的显示 告诉这个教堂里面的一些讯息 这个应该是wikitude 他把wikipedia里面 他介绍这一栋建筑里面 相关的这些资料 也通通帮你一起显示出来 你会再link到那边去 所以这个 这边也是 这更进一步啦 以后我们这个 我们到个 墨车的环境里面去 假设到 我们Facebook上面 都有我的照片 对不对 那 我加上Laya 这个是隐私都没了 那我们两个不认识 那我只要对着你 我们互相拿着上去看你 这个人已婚 不要再交谈了 这是稳定交往中 那就算了 这个是空窗期 赶快来搭讪一下 之类的 就这个 这一类的社交 就变得非常好用 不仅是好用 在某一个社交场合里面 如果我愿意 把我这个post出来 你要不然介绍给别人 别人都不知道是这个 这个 anyway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 因为我可以做你的辨识 我只要能够做辨识 然后把你的 你可以公开的讯息都给我的话 那我们就不用再介绍了 开会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扫描一圈 这个 到底是 如果是陌生的 我们大家扫描一圈 一起休课的同学 扫描一圈 大家就知道了 不过这个还差 这个只是背景资料 这个其实上个礼拜 正好在上脑资讯学里面 脑基界面 脑基界面就更进一步了 脑基界面就是 要读你脑袋里面的东西 读你脑袋 那个就更有趣了 就是 我不用 就直接去看你 用脑来想什么 一个是用脑来控制 一个是我来读你的脑 那是另外一个层次 这个就是